今天我們有三宗的輸入性個案 個案的編號是1046、1047和1048 1046和1047都是昨天在巴基斯坦回香港的香港居民 他們是經QR8100昨天下午回香港的 兩位都是入住了檢面中心的 今天的測試是陽性的 1046是男士57歲 他去年8月已經回到巴基斯坦去探親 他沒有接觸過一些知道是確診的病人 但他也有些糖尿 所以也有去過當地的診所 以及去過一些狀邏 1047是54歲的男士 他跟太太和子女一起從香港 飛去巴基斯坦3月8日 在那裡居住了兩個月 1046和1047都是沒有病徵的 1047的家人都是沒有病徵的 應該是測試一下陰性的 1048就是一位69歲的女士 她是由英國回香港的 她是搭CX52今早上回香港的 就是等了測試結果 然後才去家居隔離 她現在就是沒有病徵 但是在4月8日 曾經就試過覺得有些氣速的 很快當時就是英國的 都有一些醫護人員 就去過她家幫她看過 當時就說她沒事的 但是就沒有做測試的 她在英國的家人 都有人是曾經有個確診個案 在3月27 但是就不需要入院的 可能有機會在家裡感染 她就自己一個人飛回來香港 那就是沒有回到家裡的 所以都是沒有其他的接觸者 今天母親節 我想大家都是要繼續 保持這個個人環境衛生 保持一些警覺 那幾樣東西 可能如果參加母親節吃飯的人士 如果她自己都覺得有些不舒服 或者有些病徵 最好就不要參加 盡快去醫生 另外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盡量用功筷 功筋 那如果是不吃飯的時候 即是未吃東西的時候 盡量戴上口罩 好了